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了历程 我们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人为的制造障碍 破坏中美正常的经贸合作 这种做法不利于全球产工链的稳定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纠正错误的做法 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